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 这里是梦想和匠心的舞台 那一个灿烂的笑脸 这里是残影和激情的秀场 婚礼主持人当在强势归来 婚庆的思宜在整个婚礼当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相识相恋 秋宇就站在她的身后 调节现场的气氛 带动节奏 讲述感言故事 见证动情瞬间 带着这一份爱的梦想 全省六大海选赛区 五百位英秀四仪激烈角逐 希望所有的主持人 今天都可以在当下这个时代 跟随潮流一起面对 即将挑战的未来 希望今天能够看到的选手 都是综合性非常强的选手 也希望他们能给我们 带来很多惊喜 第二届江苏婚礼主持人大赛 原来有爱婚礼金话筒 谁能过关斩将 谁将脱颖而出 1月4日起 双休日晚10点 锁定江苏综艺频道 让我们共同见证 婚礼主持人大赛 突围赛盛况 加油喜事 就喝金婚礼主持人大赛 achel 鲜鲜鲜 ب赛 加油喜事 就喝精神《MPG dum t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金石园九页冠名播出的第二届江苏省婚礼主持人大赛婚礼金话头 本场比赛的评委有江苏综艺频道主持人曹阳 南通市婚建行业协会副会长水芳 青年演员李倩 在比赛开始之前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 评委挑选大屏幕上选手所给出的标签 标签所对应的选手上台进行五分钟自选主持 三分钟才艺秀 展示结束之后评委现场亮灯 两盏及两盏以上极为晋级否则淘汰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上的标签 来看一看谁会率先登场 挑哪一位呢 那我来选一个吧 选哪一个 大舌头的IT男 你等一下 我们是主持人 主持人 对 大舌头能不是来主持吗 这个还蛮好奇的 我蛮好奇的 对 好 那我们就来选这一位 请上大舌头的IT男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浩瀚的游战标签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浩瀚的游战标签 都是从平坦或是不平坦的地方开始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宇宙里孤独的发光体 永存于无数相似的星辰中 两个人的相爱 就是宇宙中两块相同发光体的相遇 为了彼此改变轨迹 我们今天的梅龙和小雨 它们将是这一千两百五十亿个星系中 最耀眼的那两颗 此刻 现场星空闪烁的震撼之感 像身处银河星辰中 我相信每个姑娘都想拥有一场 这样浪漫的星空婚礼 梅龙 我相信你一定做好了准备 对吗 出现吧 每个男孩对于自己的婚礼都有着无限的憧憬 梅龙 来吧 缓缓转身 我们来期待这一幸福的时刻 现场的朋友 此刻 让我们将目光送向幸福的远方 我们这座城市最美的姑娘 小雨将要穿上婚纱 缓缓入场了 也许你未曾留意过这世间所有的美好 但是我想告诉你 没有什么风景能比得上一个女人 穿上婚纱更加的美丽 眉龙 深呼吸 我们一起为她倒数三个数好吗 三 二 一 月世间所有的美好 与你们缓缓相扣 此刻 很难用语言去描述关于梅龙此刻的心情 今天所有美好的瞬间 将迎接成生命里最浪漫的永恒 梅龙 小雨 来 面向前方 带着彼此的承诺 在所有亲皇祝福的掌声中 走上属于你们的幸福人生 你的这个标签上面叫做大舌头的IT男 大舌头是什么意思 我之前其实是一份就是IT的工作 那个时候在青猫好友给我的定位当中 就是这个男孩子有点大舌头 后来做了主持了 人家就会说 你以前不是大舌头吗 你还能做主持 我说没办法 练哪 第一次主持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主持是在2016年的1月1号 那是一场外场 元南太忙了 找不到人 然后婚姓公司就会请我去 那时候做了很多的准备 然后第一场很成功 就一直做到现在 他现在有做了大概多少场 有算过吗 有算过 第一年的话 因为刚出道很少一百多场 第二年就变到了二百多场 一百多场不少 对 不少吧 在我们那算少的了 你们那一般比如说正常多少场 像我现在正常的话 将近三百场 三百场 基本每天都有了 为什么会从一个IT男来做主持呢 也是有恩师的引荐嘛 听别人讲说做主持人特别地赚钱 但是后来录了这一行 你是这么多选手里面 第一个这么诚实的讲这句话 对 那你主持这么多场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 就有感触的 或者说一些新人特别的一些这种故事在里面 让你难忘的 应该说真的有特别多 就是一个主持人 你应该主持的时候 能主持主持人留下脸泪的话 我相信真的是走心了 刚开始做主持的时候 可能只是走流程 被抬死 但是后来慢慢地会挖掘新人的一些故事 然后帮他策划一场 真正属于他的这样的一个婚礼 然后我们都会被他感动到 您可想而知现场的亲房好友 肯定一定为这场婚礼打赞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大舍头IT男汤建文 是否能够晋级 恭喜你顺利晋级 特别感谢 谢谢 谢谢 加油 他其实挺好的 我觉得他是虽然做了那么多场 单量已经特别大了 但是我能够感觉到 他其实对每一场都特别地认真 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标签 看看哪一位会被我们选中 哇 曹老师 你还不让孟飞出来吗 也是哦 要不就他吧 好不好 婚礼主持界的孟飞 各位 孟飞来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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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一场中式婚礼 在咱们中国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我想能重新开始一下 好吗 今天是一场中式婚礼 在咱们中国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在咱们中国 有着许多 在咱们中国 有着许多 对幸福 对爱情的新的解释 老一位传承下来 婚礼上 那份喜庆与热闹 我们从小就明白 今天是2019年12月9日 农历 11月14日 今天 李府公子 李军 陈府千金 陈彦 喜结莲礼 这不仅是对美好的追寻 五家的渴望 其实也是一种爱的传承 传承爱与责任 传承一个家族的希望 此刻 良成吉时已到 请治理者 各执齐礼 执事者 各执齐事 观礼者 端坐两旁 鼓乐声霄 齐奏祥锐之声 亲朋好友 齐拍祝福 掌声 好 伴随着热情的掌声 有请新郎登场 接青泪 去年今日 此门中 人面桃花 香蕴红 今日行为情敬好 早叫鸾凤 下庄楼 有请新娘 出阁 出阁 逃之夭夭 灼灼其滑 枝子于归 遗其世家 掌声送新娘 离请新人父母 为女儿梳妆 一书 书到头 富贵不用愁 再书 书到头 无病 又无忧 多子 又多寿 三书 书到头 无病 无病 又无忧 礼弊 请新娘的父母 为女儿披上 幸福吉祥的 红盖头 此刻 此刻 母女相对无言 却队 却阻托画一场 做人妻校家长 勤俭持家 做贤良 孙老 迎新娘 一条红盖 一条红筹 握在手 女儿女婿 再两头 一郊一街 送祝福 比亦连枝 到白头 离请新郎 新娘入喜堂 莫让盖头 遮住脸 万青姿色 鹿眼前 佳人终颜 刺桃花 挑开盖头 心猴眠 来 请二位新人 向所有来宾 还礼致谢 好 谢谢 我的展示完毕 刚刚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要说 说要重新开始一下 其实 因为你想个最简单的道理 你如果在一个婚礼现场 你出现了任何状况 你能跟现场的宾客说 不好意思 我们重新开始一下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我知道有个事物 对对对 我也感觉说不过去 对啊 来 我们说说看吧 您这个做婚礼主持多长时间 六年的时间 六年 六年 对 六年 怎么会与婚礼结缘 其实我这个 与婚礼结缘呢 其实和我父亲 有很大的影响 我的父亲给我 住建了最初的舞台梦 但是这个梦呢 没有在她 在世的时候啊 能够实现 她希望 希望我能登上真正的舞台 嗯 那是在 2012年的时候 我去参加 一个亲戚家朋友的 孩子的婚礼 当我听到 舞台上一位 因为有朋友说 我是本场婚礼主持人的时候 我一下就疯了 这不正是我所想要的吗 这也不正是我所追求的吗 我记得当时好像 放也没有吃 就直接回家 就开始我的学习 刚开始嘛 后来第一次主持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主持是在 2013年的10月8号 就是给她免费主持的 免费主持 对 免费主持 当时没有人找 你只是为了想上台 去做主持 完成这个梦想 对 所以您当时就是 也是不要酬劳 对 那那一次之后 反响怎么样呢 一开始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后来第二场的时候 就出现了失误了 因为第一场的时候 都很骄傲嘛 就感觉很顺利的过去了 第二场 就出现失误了 心里放松了 反而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 说得非常好 对的 来到这里 拿起话筒 不仅是圆了自己的梦 也是圆了父亲 没有能够完成的梦想 我觉得此时此刻 对于你自己来说 其实心里面应该 有很多的这样的感受吧 嗯 今天有什么才艺 或者有什么样的节目 是你最想去 献给父亲的一份礼物吗 我来演唱一首 我父亲当年非常喜欢的 一首歌曲 就是《北国之春》 嗯 好 好吧 听听百花 悠悠闭空 微味飞难来风 不浪花开上 刚上北国的春天 啊啊 北国的春天 以来地 虽然我们内心已相爱 只是尚未图真心 风别已经无念着 我的姑娘可爱你 故乡啊故乡 我的故乡 何时能回你怀中 好 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动听的歌声 接下来我们也来看看你是否可以顺利地晋级 一盏灯 谢谢您的参与 谢谢 我觉得她应该也是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我觉得应该也会有很多的家人如果选择中式婚礼的话 是会来去选择她来去主持 是的 是的 对吧 但是她其实这个居线性还是蛮大的 对对对对只能做中式这样的感觉的一些婚礼 我们继续来看标签 来我们挑一个给大家来点气氛的吧好不好 我看那个小丑爱主持 小丑 这个小丑会不会是我们经常在活动现场看到的给大家带来欢声笑语的吹气球 各种这种杂气表演啊 对不对 我们也希望这个小丑能给我们的现场带来一些愉悦的气氛 我们就有请上这位小丑爱主持 来 打开这 来 这 担心 担心 一首美妙的音乐 今天的婚礼也正式开始了 我相信这首歌 大家都一定听过 孙燕姿的《遇见》 有太多的音乐是描绘爱情的美好 但只有这一首 是描绘最初的爱情 《遇见》 我相信他们俩只有今天的遇见 才能有本场的婚礼 我记得有人曾经说过 人的一生会和一千九百多万人相遇 但前一秒和后一秒会遇见谁 好像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在爱情的道路上 或许真的没有早晚 只有刚好遇见你 就像今天的他们一样 我相信正式那一次相遇 也让他们决定在今天 成就彼此最重要的夜晚 那此刻 他们俩也即将登上这个舞台 来接受所有来宾给到他们的祝福 也让我们现在用掌声 有请新郎新娘 我们来聊聊看 为什么叫做小丑爱主持 所以你的本职工作 是一位小丑演员吗 也不是 我是在从事小丑这行之后 接触到婚礼 然后在从小丑转型到做的主持 那你觉得你刚刚 自己的这段主持怎么样 你觉得好在哪里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用音乐的方式 来引入今天的婚礼 所以其实在我的电脑当中 会有非常多的音乐 每一场都会根据新人他们的故事 去给他们安排不一样的音乐 不一样的流程 他说话有点周杰伦的感觉 他就太爱音乐了 刚问他就很像 我是一个这种记者 我在采访一个歌手 对 你刚才那个首饰 这种感觉 特别像一个歌手 而且你的主持语言上 我觉得你有点港台腔的那种 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个还是需要老师来点评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杨瑞是否可以晋级 加油喜事就喝金事元 您现在收看的是 金事元酒夜冠名播出的 原来有爱婚礼金话筒 第二届江苏省婚礼主持人当赛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杨瑞是否可以晋级 好 谢谢 谢谢 希望梦想不要改变 然后对主持热爱的这份心 也不要改变 好 加油 谢谢 好 再见 专业方面来提升一下 对 其实之前有好几个主持人 都有这个问题 对 一开口就会让人感觉 在写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 其实这个很可怕 很可怕 很可怕 希望大家以后可以 多看一看自己所主持的这个视频 来找找自己的问题 请假练习其实是可以改掉的 嗯 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标签 看看哪一位选手的标签会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们看有一个伴娘专业户啊 哎呦 伴娘专业户 应该是个女孩了 对 应该是女孩 干了很多次的伴娘 嗯 是 伴娘不能做太多次了 其实我当时做了很多次 你做了很多次啊 对 我当时做了很多次 红包受了不少啊 嗨 但后来我说不要再找我了 我要风箱端 我嫁不出去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请上这位伴娘专业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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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公元2019年12月9号 我们来到了这里 共同相聚于这雪域高原 共同见证李静和王谦女士的婚礼 她太紧张了 不过我也紧张了 很荣幸接受到他们的邀请 在这里也请允许我代表这对新人 对在座的各位来宾 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如果说宝玉和黛玉的相遇 是诗情画意 钱中书和杨将的相遇 是一见钟情 那么我想刘静和王谦的相遇 则是因为共同的责任与热爱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现场的婚礼 并不是豪华的厅堂 而是一所普普通通的学校 没错 这所学校就是他们相遇的开始 刘静和王谦都是两位原葬教师 可能因为二人都有着一腔 对教育的热血 两个灵魂惺惺 两颗心慢慢进了 两个人最终也走到了一起 本然就是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 让这两位内地人苦不堪言 而且吃教的学校条件也并不是很好 但平日里 两人一起商讨教学 一起吃力的学葬语 仿佛就是一场场约会 而看到山区的孩子们 那渴望知识的眼神 得到了满足 这就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就这样 刘静和王谦 一同走过了三年的原葬之路 而爱情之花 也在这不知不觉中 悄悄地绽放 如果说甜蜜的爱情 是一朵玫瑰花 那么我想 这两位新人的爱情 更像是一朵 生长在这雪域高原上的葛桑花 葬民们都说呀 葛桑花是代表爱与圣洁 正是这样 二人因为共同的责任与爱好 来到了这里 为这里带来了希望 为孩子们的未来 带来了光明 二人共同克服了种种困难 更为了爱 也更是为了责任 今天 二位终于可以登上 属于你们自己婚礼的殿堂了 希望在今后的日子 二位可以做一束阳光 照亮彼此 照亮对方 更为这雪域的孩子们 带来光明和希望 在座的各位朋友 让我们再次把祝福化作掌声 送给这对新人吧 祝他们永远幸福 有点像学校参加比赛 党送比赛的赛 好 谢谢 谢谢我们这位伴娘专业户 现在还是在学习婚礼主持人的过程当中吗 对 我还是一位学生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的大一新生 大一的新生都当了十几次伴娘了吗 对 平时以前就是帮朋友啊 或者是家里一些亲人当伴娘 他们为什么都喜欢找你做伴娘 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在我小的时候 因为我会一些才艺 原来现在当伴娘也要才艺啊 对 哎呀 难怪没人找我去当伴郎呢 才艺少 直主持啊 刚刚说你会才艺 你一般在婚礼现场表演什么样的才艺呢 我的才艺是快板 婚礼现场 打快板 对 我觉得快板是比较可以烘托气氛的 哎呦 那你会跟婚礼现场有所关联吗 这个快板 会夸赞新郎新娘吗 对 有的时候我会说一些关于婚礼现场的段子 快板段子 蛮期待的 我们先来一下好不好 好 但是今天我准备的内容不是和心理 不是和婚礼相关的 是另外一些内容 好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来看一看 只见他 头戴六龙软罗帽 从他帽边周围朽飞龙 紫金姑克的耀眼 明克的肩掌横搭红披缝 紧身酷 黄云断 虎皮战裙 雷腰中 斯文带金大连管扣 他的牛皮快削俗下登 手使易感如意 禁锢棒 这是好起冲天 拔面 飞风 高喊妖魔 你往哪里走 铁棒直奔白骨精 这妖精 哎呀一声说不好 抽双剑截身跨 不往回迎 孙悟空 一磅一磅 他的连一磅 但只见 磅起帮落 磅扫帮火 磅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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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妖精闪转腾磅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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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僧这一时惊又喜 叫八戒 喊沙僧 快快快 快帮你们的师兄打妖精 呼呼呼 口内吐生火 呼呼呼围住了白骨精 呼呼浓烟起 刷刷裂烟腾 瞧瞧金蛇散 这个团团火秋红 白骨精被生火烧得 滋滋的响 露言行 是一对哭骨地讲争 这正是 任凭妖魔多变化 孙悟空 火眼金睛看得清 有事有勇有神悲 才敢正敢斗敢交锋 铁棒在首脚雾镜 扫尽天下的白骨精 这张快板打得真不错 谢谢老师 很专业 你看基本功很扎实 学了多久啊快板 我是从五岁开始学的 难怪呢 这个快板的功力 真的是相当了得 谢谢老师 五岁开始学 那你这个是学了多长时间 我是五岁开始学 一开始是在保定学 在我的家乡 我是河北保定的 后来是和另一位 石家庄的一位老师学 就需要每周坐火车 从保定到石家庄 这样来往坚持了六年的时间 然后在之后的话 就是我在家里面 自己练习 自己自学 然后一直坚持到现在 好 来 我们来关注一下 张希悦 是否可以晋级 谢谢 希悦 我是觉得呢 就是 婚礼的主持 因为你还是大一的学生嘛 婚礼的主持 其实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今天你 很显然 你还不够跟我们 现场的观众交流 你现在还是在 在 在 有点紧张 对 在读稿 在背稿 其实在这一点上 不管你将来是 做婚庆主持人 还是 就是 主持人来讲的话 其实这一点交流 很重要 对 我也会继续努力 继续好好学习 继续加油 加油 谢谢各位老师 是的 今天的快板真的很不错 谢谢老师 继续练下去 不要丢掉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希悦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挑选哪一个标签 你比较关注哪一个标签 我觉得这个 女神跟班不错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请上 女神的跟班 真的是我 谢谢 谢谢 中国人是十分在乎数字的 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逢六就顺 也有的人觉得逢八会发 还有的人觉得如果婚礼的时候和九字重合 那么两个人一定能够长长久久 今天的一对幸福只如主人公 他们也有很多自己在乎的数字 因为这些数字的背后都包含了很多他们当初的故事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组 数字是521 我爱你 五年前的时候 这个姑娘和这个少年 还在军校上学 军校的男女比例非常的悬殊 一眼望去全是男孩 但是就是这样白礼挑衣的缘分 让这个女孩遇到了这个男孩 这个男孩也很心动 所以在毕业的时候 他就表了白 但是奈何 在毕业挥别以后 因为女孩在新疆 她却是江苏南通人 而难得一见 缘分只能在心里草草地说吧 遗憾 所以说到这里 相信大家都能够感受到那种异地恋的痛苦 但是他们还有一个机会 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组 一三 一四 一生一世 这一组数字 又有他们怎样的故事呢 女孩她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 但是在遇到这个男孩以后 她变得十分勇敢 在男孩去山东实习的一次路上 女孩直接从新疆的乌鲁木齐 跨越了三千四百多公里 飞到了实习的那个地方 见到的那一刹那 男孩再也克制不住了 从此 他们开始了三年的一地恋 一地恋是很辛苦的 我们可能很多人没有体会过那种相似的痛苦 也没有人体会过那种 爱但是很远触碰不到的难过 有一次 特别特别的意外 这个少年 他在出去军训实习的时候 受伤了 他在医院里面 男孩告诉自己 我是个男人 我是个军人 我是很坚强的 但是女孩还是心疼 他再一次鼓起了自己全部的勇气 这个不善表达的女孩 再一次冲到了 他在的那个医院 刚见到的时候 男孩 泪水再也忍不住了 他拉着女孩的手说 我想给你一个承诺 从此四季相伴 五二一 一三一四 我爱你 一生一世 接下来就让我们现场所有的来宾 把目光 看向幸福开始的地方 共同为他们做一次 爱的见证 好 这一段词是你自己写的吗 对 是我今年五月份主持的时候 为他们创作的 还不错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数字 会令大家其实还蛮耳目一新的 你是女神的跟班 这个真的是令我很好奇 因为我刚刚想的是女神的跟班出来 应该是比如说像我们这边 这个新郎一样 对吧 这种有这种保镖的气质 就你这一出来还挺有喜感的 你怎么会成为女神的跟班 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广播电视嘛 所以对自媒体方面有一点理解 当时我就被选到了长文化研究会 我们当地长文化研究会的会长的秘书 我把会长称为女神 因为她的年龄其实比我妈妈还大 但是我觉得她的人生智慧 是我值得学习的 这才是我心中的神 你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 你的语言节奏是非常自然的 但是刚才你那段词里面 有几个节奏让我特别的 就是接不上 会突然间啪啪啪啪 停在那了 就你倒是说呀 就这种感觉 其实平时就是你训练的时候 或者练习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录下来 录下来之后自己回听 这样其实是能够找到自己的问题的 来这个比赛其实是很好的 来帮你找出你问题所在 谢谢老师的指点 我会继续努力的 你说她 她一直就对我们微笑 然后把两个酒窝露出来 给我们再装可爱 是不是 我没有 酒窝是不是你跟别人打交道的秘密武器 说实话 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就是我发现我今年有很多单子 他们都是一看我的照片 就觉得我长得很舒服 又记着两个酒窝 天哪 就选她了 甚至都没看我的主持视频 我就觉得感谢我的妈妈给了我酒窝 对 你酒窝征服了所有的客户 对 有很大的帮助 最后有一点 还想跟你交流一下 就是我们一般就是穿西装扣扣子 会扣上面一个解下面一个 对 您这个解上面一个扣下面一个 他应该是忘记了 不是 我刚才从那边走过来太紧张了 就扣了 就扣了 对对对 所以你每次上场之前 一定要再检查一下自己的着装 是 对 这个很重要 要养成习惯 好吗 好 来 你有什么才艺吗 我的才艺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的优势就是年轻 所以我想给一段年轻的这样一个才艺 就是以段子的形式把这个歌串起来 你说正好和单位老师来聊一下 我对于这个婚礼上互动的一些看法 好 还蛮吸引的 好 谢谢 因为这个很多我和客户对接的时候 他们就会要求说 男主持后场一定要嗨 前场我们这个视频看过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推荐他们一些节奏感强的 并且是大家接得上的互动力高的 这个我自创的 在抖音上看了以后学习的一首歌 是这个 喜羊羊 喜羊羊 灰太郎 灰太郎 我喊喜羊羊 你喊灰太郎 喜羊羊 灰太郎 对 天空飘来五个字 那都不是 是 对 如果说就是这样的 就是可能现场发挥有点紧张 应该现场会稍微好一点 不好意思 那第二首如果他们听到这儿 这个节奏感的 我可能需要高一点的 你有没有舒缓的歌呢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会想起我家乡的一首老歌 静风吹来 吹来的时候 我歌唱家乡 家乡的锦丘 唱到这儿如果他还是 不给我这个通过 不选我的话 我就会学理加起 Oh my God 快选我快选我 慢慢地越来越放松了 包括各位导师也是啊 想选我快点了 如果您还不选呢 我只能和您删个情了 我的好兄弟 心里有苦你对我说 人生难得起起落落 还是要坚强地生活 苦过笑过 至少你还有我 好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凯旋 是否可以顺利地晋级 加油喜事 就喝金事元 您现在收看的是 金事元酒夜冠名播出的 原来有爱婚礼金话筒 第二届江苏省婚礼主持人大赛 好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凯旋 是否可以顺利地晋级 恭喜你 恭喜 恭喜 谢谢 谢谢 有什么感受 老师 我可以请你握个手吗 谢谢 哇 果然帅气的人 不是带气的 哎呀 果然有酒窩的人都可以 好 谢谢 谢谢 哎呀 真的是很可爱的一位选手 对 对不对 其实他的真诚感真的是没话说 很年轻 我觉得后边还是应该挺期待的 对 风格也比较多样 加油喜事 就喝金事元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由 金事元酒夜冠名播出的 江苏省第二届婚礼主持人大赛 婚礼金话筒 第二届婚礼護 一朱滑 350分